好 持续来看到大年初三 高宫局就预估将会是春节假期最塞的一天 光是国道3号往墾丁的南州交流道 这车流量比平常多了一倍这么多 而至于国道南下车潮也预估会飙到145万辆次 时速大约都只有30公里 而且不止国道3号车多拥挤 在国道10号民众如果你是要往岐山 美农或是佛光山来赏花 一路上也是走走停停 初三一大早国道3号南州交流道就出现了大量车潮 车阵回堵3公里 车辆只能维持时速约30公里的速度慢慢前进 许多车辆为了抢快直接走路间 南州交流道是游客前往墾丁台东的必经交流道 有游客特地提走了两个小时出门 想要避开车潮 没想到还是塞在车阵当中 开车啊 整座路都车啊 有塞了一下但其实还好 因为有提早出门所以还可以减少 比较不顺畅啊 大年初三高工局预估是春节廉价最塞的一天 光是往墾丁的车流量就比平常多了一倍 国道南下的车潮也将飙到145万辆次 不止国道3号往墾丁的南州交流道车多拥挤 国道10号民众若是要到岐山 美农或是佛光山来赏花 一路上也是走走停停 车流量大 每辆车速度缓慢 还得靠远景指挥往佛光山的交通才不至于大打劫 而在美农区一大片色彩鲜艳的美丽花海 同样也吸引游客前往 人多 车酒多 大年初三 民众想要出门走走 多利用替代道路 才不至于把时间都耗在赛车当中 中天选 蔡仲迅 张行 A3小组 屏东高雄 综合报道